你是不是也这样想 越是少有人走的路又充满了惊喜 首先看看这座没有路 野花遍布的山吧 看样子 路到此为止了 没路了 1,000m 距离 然后突然我们走到这座 我刚刚想到了亚当和夏娃住的那个一遍云 2,000m 距离 一个未被污染的城街海岸 当只有我们自己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很不同 和罕见的蓝色河流 海儿那么多 海儿说这是最初的海涵是唯一的 海涵是最新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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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趟不过这绿龙般宽宽的河山 索性只能记在他的背上 大自然用他的体温赶了我们一壶温泉 4 is a sandbar at what feels like the edge of the water 百幸运 我们发现了他 我们 managed to hitch a ride and approach on foot 行动吧 准备走 我过来的软子过来 我看到一个大山的山坝 如果我们过来这些山坝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山坝 而且我们也不会有人来到 人类文明 当你有这个像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感觉时 正因为它是人类文明未曾踏足的区域 我们在不发生的世界上 不管是沙子、土壤、大海、峡谷 只要是未被破坏的地方都有自然的能量 它并不需要我们 它并不需要我们